寿命于天,寄寿涌唱 有些朋友想听这个亲手 实际上那一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就简而论之 一生,一个人,一辈子,就是几句话 甚至说有的人功过参半,无话可说 这个秦始皇以前叫三皇五帝 后来自称为始皇帝 认为我比他们功德都高 我统一了中国,之前虽然有,但是没有地盘大 很多东西没有这么多规矩 他遵循了法家治理 就是说大一统 他说了算 其实连在这个希特勒 我们前面因为老师讲过 所以说这些人 他都是那种 就是说霸道 其实希特勒他本来也是 他叫民族共产主义 他的思想 像历史上也有 什么王莽 有些人说他穿越回去 那个我们真不知道 那你可能你知道 但是说的有些故事很有意思 就是那些,包括很多科学家 他那些想法 你看现在我们共产 还是在初级 那时候他就想怎么怎么样 有些想法太远了 不符合当时 他的意识很超前 像之前的一些科学家也是这样 他就注定他就不得知 他本来是生活在未来的人 那个时候环境不配合 他疑人之力 就算他是皇帝 也不足以按众人之心 而且他就是要达成他这个目标 就要很多很多 就是牺牲 我和新世华这个分数更如 其实他坑的这个不是儒家 就是一些 一经的方面的这些书 但是一经这本书 那就因为他了不起 他没有被烧 他虽然是坑这些书 还是 认为这些就是乱整 但是他 晚年他还是秋仙文道 为什么会和那皇帝都求 那自然是有人 告诉他一些 自然他能体会到一些东西 好处 这个秦始皇是非常聪明的 据说这个就 很有可能的 就是这个 吕不韦 也很了不起 吕睡春秋 一个商人 他能经全国之省 能做这么一个人的买卖 跟那个这个 那是哪个国 我这个记性 就是 那个国的 然后后来生了 秦始皇 很亲 爱的 后来这个继承 实际上是吕不韦 吕不韦的人 就是 而且他的母亲 就是可能也是很霸道 就是父亲母亲 导致了他这个 就是极端的这种事情 修长城 修 包括走的时候 冰马俑 甚至说有的 活人 勇 包括这个 一些 埋葬 给葬 先重视 其实 希特勒杀 犹太人也是 犹太人有点过分 太过于健